新的一个赛季已经开始,大部分新秀也已经完成了他们的首秀,实话说,这届新秀的质量确实不差, 赚爱顿第一场就拿到了18分是篮板6助攻,榜远巴格密虽然首秀,只得到6分5板,但是第二场强势反弹,拿到了19分8篮板3助攻,东西棋则是得到10分8篮板4助攻,魔术的斑巴也有13分7篮板入账,对于打部分菜鸟来说,这些数据都谈得上合格, 然而在NBA历史上,总有一些天才球员,他们的生涯首秀就展现出了巨星的实力, 7,埃伦艾福森30分2篮板6助攻,作为1996年的选秀壮和NBA的四届得分王,艾福森在新秀赛季就展现了自己的精工天赋, 他新秀年场均就能拿到23.5分7.5助攻,而艾福森的首场比赛也是相当惊艳, 在面对雄鹿的比赛里,艾福森全场高效19投12中,拿到了30分6助攻, 6,拉马尔奥多姆30分12篮板3助攻在进入联盟之前,奥多姆绝对是一个天才型的球员, 他在高中时期就已经成名,而在加入换船的第一场比赛,奥多姆就拿到了30分12篮板3助攻, 并且还有两个长断和两个盖帽,初步展现了自己的全能身手,值得一提的是, 奥多姆也是至今为止,最后一个首秀就能拿下30家的球员, 5,勒布朗詹姆斯,25分6篮板9助攻,作为03一代的天之交子, 勒布朗詹姆斯在进入联盟前就和奈克签下了一份天价球鞋合同, 因此首秀吸引了大量的关注,而詹姆斯也没有让人失望, 在自己进入NBA的第一场比赛里,詹姆斯全场20投12中, 拿下了25分6篮板9助攻,并且还有两次爆扣, 他的全能身手让人不得不服,唯一可惜的是, 其实并没有赢下那场比赛。 4,伊萨亚托马斯31分3篮板11助攻, 微笑刺客伊萨亚托马斯,无疑是历史上最好的空位之一, 他的首秀也展现出了自己在进攻和组织方面的天赋, 作为1981年的榜典, 伊萨亚托马斯在面对熊鹿的比赛里, 全场19投失重, 拿下了31分11助攻3篮板的30加10数据, 30分加10助攻历史上也不过策克一人。 3,奥斯卡罗伯特森21分10助攻12篮板大欧奥斯卡罗伯特森, 无疑是NBA的传奇人物, 直映生涯, 他给球迷留下最深刻的印象, 便是他曾经在1961-62赛季场军拿下三双数据, 生涯三双次数181次更是遥遥领先, 值得一提的是, 奥斯卡罗伯特森坎下场, 均三双, 只不过是他的第二个赛季, 而他在第一个赛季就差点做到了这一点, 整个赛季场均30.5分11篮板就点续助攻, 他在生涯第一场比赛, 就拿下了21分, 时助攻12篮板的三双数据, 历史唯一, 二麦克尔卡特威廉姆斯, 22分12助攻西篮板球场, 断作为2013届的最佳新秀, 如今的麦产威只能在火箭拿起一份底心, 然而他的首秀却是历史级别的经验, 2013-14赛季76人的第一场比赛, 未免冠军热活做客被胜逐场, 本以为是一场无悬念的比赛, 结果还是新秀的麦产威全场拿下来, 22分期篮板12助攻和不可思议的9个场段, 砍下准四双的他也成功带领76人爆冷击败热活, 可惜, 这场比赛也就此成为了麦产威的巅峰, 一、威尔特·张伯伦43分28篮板, 任何时候都不要尝试着和张伯伦比数据, 1959-60赛季的接幕战, 张伯伦在对着尼克斯的比赛里, 迎来了自己的首秀, 他在生涯第一场比赛里就拿下了43分28篮板, 可以说真正的统治了比赛, 在张伯伦之后, 再也没有球员能够在生涯第一场比赛就拿到40加, 即使强如乔丹, 首秀也不过只有16分, 张伯伦是真的不愧篮球皇帝之策。